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9号,欢迎收听TCMIC的DailyCNC News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那在我们请矮矮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首先,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我们要探讨的是BMW如何利用3D列印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创新与优化。 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大幅减少了成本。 BMW利用3D列印技术制造汽车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包括高强度的金属和塑料部件,能够在短时间内精确制作,并且质量优良。 这种技术的应用,使得BMW在产品设计和制造方面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能够更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推出创新产品。 接下来第二则新闻,我们将聚焦于英国谢菲尔德的一家历史悠久的企业,该公司透过数位转型,成功提升了生产能力30%。 这家企业引入了先进的制造技术和自动化设备,提高了生产速度和产品质量。 此外,企业还采用了智能制造系统,能够实时监控生产过程,收集和分析数据,并根据数据进行生产调整。 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优化了生产流程,实现了更高效的生产运作。 接着第三则新闻,我们要报道的是一则有关自主人型机器人的最新消息。 NVIDIA公司与Fibir公司合作,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人型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结合了NVIDIA的AI技术和Fibir公司的机械设计专长,具备高度灵活性和智能,能够自主学习和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并快速分析和处理大量数据,做出最佳的操作决策。 这款机器人的推出,将为工业自动化带来革命性变革。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我们要探讨的是电脑化维护系统,CMMS,如何在现代工业中发挥作用,助力企业提升领导力。 CMMS系统通过对设备的实时监控,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故障问题,记录维护历史,帮助企业进行维护管理的数据分析,并预测潜在的故障风险。 这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维护效率,还增强了企业的领导力和竞争力。 最后一则新闻,我们要探讨的是协作机器人焊接技术如何变革小型企业的生产流程,提升效率和品质。 协作机器人焊接技术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能显著提升产品品质,对于小型企业来说尤为重要。 这些机器人能够长时间连续工作,不需要休息,并且能够在高风险环境中操作,从而减少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安全风险。 以上是今天的五则新闻摘要,现在就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每则新闻的详细内容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我们要探讨的是BMW如何利用3D列印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创新与优化。 首先,3D列印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而BMW则是其中的先驱者。 BMW已经开始将这项技术应用于其生产过程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大幅减少了成本。 根据最新的报道,BMW正在利用3D列印技术制造汽车零部件。 这些零部件包括高强度的金属和塑料部件,能够在短时间内精确制作,并且质量优良。 相比传统制造方法,3D列印不仅可以减少生产时间,还能降低材料浪费,提升生产灵活性。 BMW表示,3D列印技术为设计师提供了更大的创作自由度。 设计师可以根据需要设计出更加复杂和精密的零部件,而不受传统制造工艺的限制。 这种技术的应用,使得BMW在产品设计和制造方面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能够更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推出创新产品。 此外,BMW还在探索如何将3D列印技术应用于大规模生产中。 目前,3D列印技术主要用于制造圆形和小批量生产。 但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BMW希望能够在未来实现大规模的3D列印生产,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BMW的3D列印中心配备了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专家,致力于研发和应用最新的3D列印技术。 这些专家通过不断地研究和实验,找到了许多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挑战的方法, 并且不断优化生产过程,确保每一个零部件都能达到最高的质量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BMW还与多家技术公司合作,共同推动3D列印技术的发展。 通过这些合作,BMW能够获得最新的技术支持,并且分享其在3D列印领域的成功经验,促进整个行业的进步。 BMW的成功案例显示了3D列印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巨大潜力,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制造过程将变得更加高效、灵活和可持续。 3D列印技术不仅能够提升产品的设计自由度,还能大幅减少生产成本和时间,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竞争优势。 总的来说,BMW在3D列印技术方面的投入和创新,为整个制造业树立了榜样,我们期待看到更多企业采用这项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变革,推动工业与自动化领域的发展。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我们将聚焦于英国谢菲尔德的一家历史悠久的企业,该公司透过数位转型,成功提升了生产能力30%,这家企业成立于上个世纪,以其高品质的产品和卓越的工艺技术闻名。 然而,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和竞争的加剧,企业面临着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的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企业决定采用数位转型的策略。 首先,企业引入了先进的制造技术和自动化设备,这些技术不仅能够提高生产速度,还能够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 通过自动化设备,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更多的生产任务,从而大幅提升了生产能力。 此外,企业还采用了智能制造系统,这些系统能够实时监控生产过程,收集和分析数据,并根据数据进行生产调整,这不仅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还能够优化生产流程,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还对员工进行了培训,让他们熟悉和掌握新的技术和设备,这不仅提升了员工的技能水平,还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通过员工与技术的结合,企业实现了更高效的生产运作,在数位转型的过程中,企业还采用了数位供应链管理系统,这些系统能够实时跟踪和管理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从原材料的采购到成品的运输。 都能够实现精细化管理,这不仅降低了供应链中的风险,还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和灵活性,企业的数位转型不仅提升了生产能力,还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市场机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企业能够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更高质量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企业的成功经验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的变化,数位转型已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企业应该积极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不断提升自身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总的来说,谢菲尔德这家历史悠久的企业通过数位转型,成功提升了生产能力30%,这不仅是企业自身的一大突破,也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榜样。 随着数位转型的不断深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制造业将迎来更加高效、智能和可持续的发展。 接着第三则新闻我们要报道的是一则有关自主人形机器人的最新消息,NVIDIA公司与Figure公司合作,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人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具备高度灵活性和智能,将大幅提升工业自动化效率。 Figure公司近日宣布推出其最新自主人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结合了NVIDIA的AI技术和Figure公司的机械设计专长,这款机器人不仅可以执行多种复杂的任务,还具有高度灵活的肢体动作和智能决策能力。 首先,这款机器人搭载了NVIDIA的人工智慧技术,使其能够自主学习和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 大量数据,并做出最佳的操作决策,这意味着,无论是在工厂、生产线还是其他工业应用场合,这款机器人都能够高效地完成各种任务。 此外,Figure公司在机器人设计上也下了很大功夫,这款人形机器人的外形设计模仿了人类的动作,使其能够灵活地操作各种工具和设备, 无论是搬运重物、组装零件还是进行精密操作,这款机器人都能够得心应手地完成,其高度灵活的肢体动作,使其在狭窄或复杂的工作环境中也能够自如运行。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款机器人还具备高度的智能交互能力,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机器人能够与人类进行自然的对话交流,并根据指令自主调整工作流程, 这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大大降低了人类操作员的负担。Figure公司表示,这款自主人形机器人的推出,将为工业自动化带来革命性变革。 传统的自动化系统往往需要预先编程和固定的操作流程,而这款机器人则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主调整,极大的提升了灵活性和适应性。 这意味着,无论是生产线的变更还是工厂环境的变化,这款机器人都能够快速适应并保持高效运行。 NVIDIA公司的技术总监也表示,这款自主人形机器人充分展示了AI技术在工业自动化中的巨大潜力。 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的工业自动化将变得更加智能和高效。 NVIDIA将继续与Figure公司合作,推动更多创新技术的应用,助力工业自动化的发展。 总的来说,这款自主人形机器人的推出,标志着工业自动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通过AI技术的加持和灵活的机械设计,这款机器人将大幅提升工业生产效率,并为未来制造业带来更多可能性。 我们期待这款机器人能够在更多的工业应用中发挥作用,助力实现智慧工厂的愿景。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我们要探讨的是电脑化维护系统,CMMS,如何在现代工业中发挥作用,助力企业提升领导力。 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企业对于设备运行和维护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维护方式往往依赖人工管理,不仅效率低下,还容易出现错误和遗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企业开始引入电脑化维护系统,CMMS,以实现设备维护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电脑化维护系统,CMMS,是一种专门用于设备维护管理的软体系统。 通过该系统,企业可以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情况,记录维护历史,预测潜在的故障风险,并自动生成维护计划。 这样一来,企业不仅可以提高维护效率,还能够大幅降低设备故障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首先,CMMS系统通过对设备的实时监控,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故障问题。 这不仅可以避免设备在运行中突然停机,影响生产进度,还能够减少维护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例如,某些设备在运行中可能会出现温度过高,震动异常等现象。 CMMS系统可以及时发出警报,提醒维护人员进行检查和处理,从而避免故障的发生。 其次,CMMS系统可以记录设备的维护历史,帮助企业进行维护管理的数据分析。 通过对维护数据的分析,企业可以了解设备的使用情况和故障趋势,制定更加科学的维护计划。 例如,某些设备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进行例行保养。 CMMS系统可以根据历史数据自动生成维护计划,提醒维护人员按时进行保养,从而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此外,CMMS系统还能够预测潜在的故障风险,帮助企业进行预防性维护。 通过对设备运行数据的分析,CMMS系统可以发现一些异常的趋势和信号, 预测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问题。 例如,某些设备在运行中出现了异常的振动和噪音。 CMMS系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预测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 提醒维护人员提前进行检查和处理,从而避免故障的发生。 总的来说,电脑化维护系统CMMS的应用, 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维护效率,还增强了企业的领导力和竞争力。 通过CMMS系统,企业可以实现设备维护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故障问题,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提高生产效率。 在未来,随着工业4.0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CMMS系统将会在更多的企业中得到应用, 为企业提供更加高效的维护管理方案。 那最后一则新闻我们要探讨的是协作机器人焊接技术如何变革小型企业的生产流程, 提升效率和品质。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协作机器人焊接技术在各个行业中逐渐得到应用, 这种技术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还能显著提升产品品质。 对于小型企业来说尤为重要, 协作机器人,即Cobot, 是一种能与人类工人协同工作的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可以轻松编程和操作, 并且不需要专业的机器人操作知识, 这使得它们特别适合小型企业, 因为这些企业通常无法负担昂贵且复杂的自动化设备。 其中,焊接是一个关键的应用领域, 传统的焊接作业通常需要高技术工人, 但协作机器人焊接技术能够将这些复杂的工艺自动化。 例如,一家小型制造公司在引入协作机器人焊接系统后, 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焊接品质也有了显著改善。 该公司表示, 这项技术使它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品质满足客户需求。 协作机器人焊接系统的优势不仅在于提高效率和品质, 还能显著减少人力成本。 这些机器人能够长时间连续工作, 不需要休息, 并且能够在高风险环境中操作, 从而减少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安全风险。 对于那些资源有限的小型企业来说, 这些优势无疑是巨大的。 此外, 协作机器人焊接技术还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这些机器人可以根据不同的生产需求进行快速调整和重新编程, 这使得小型企业能够灵活应对市场的变化。 无论是小批量生产还是大规模生产, 协作机器人都能够轻松应对, 从而帮助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 然而, 虽然协作机器人焊接技术有许多优点, 但也面临一些挑战。 例如, 触企投资成本可能较高, 并且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和维护, 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本的逐渐降低, 这些挑战将逐渐被克服。 总的来说, 协作机器人焊接技术正在改变小型企业的生产方式, 通过提高效率、 提升品质和减少成本, 这项技术将小型企业推向智能制造的前沿。 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普及, 协作机器人焊接技术将在更多的行业和企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TCMIC新闻,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工业与自动化领域的资讯, 敬请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